各位同学,我们在进入微分学这个单元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极限的观念 极限这个观念的话呢 它影响到了我们微积分的发展 早期我们因为没有极限的观念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能够定义一个微分的技巧 那么这个微分的部分 它的灵魂就是在于它的极限 那么我们陆续在后面 我们就会介绍里面的详细内容